后台有网友私信 他现在手握10万预算 想要给家里人买一辆日常用的代步车 然后要求是燃油的SUV 然后空间大 颜值耐看 徐勇敬强 刚好最近吉利有一个新车上市了 咱们去店里边一探究竟 没错 就是我身旁这辆吉利豪越Pro 它出现的话也是进一步丰富 它豪越家族的一个产品属性 要知道是我们之前拍过它的大哥豪越L 但是从这辆车上的话 你其实看不到任何豪越L的设计语言 它是经过重新设计的 从这个造型来看的话 大家能看得出来 它的定位其实就是一个紧凑型的SUV 然后紧凑型的SUV 再来说一下 就是它这个售价区间 86,900到89,900的一个价格区间的话 其实它的竞品就是瞄准了哈佛M6 包括欧商X5等车型 然后咱们接下来就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会给你们推荐这款车 首先从车头来看的话 经过重新设计的一个设计语言的话 它这个点阵式的格杉 还是非常精致的一个表现 我也数过了 128颗这个镀铬装饰 然后暴风之眼的LED的大灯 是在顶配车型才会配备的 如果是入门级的车型的话 是一个鲁素灯 然后包括推荐的话 我肯定是推荐你们去选这个顶配车型 为什么会推荐你们去选这个顶配车型的话 是因为价格的差额只有3000块钱 但是你能得到的一些配置的话 是升级了很多的 这个咱们最后再说 然后侧面以后 其实它整个的车差 你还能看得出来 官方给到的数据的话 4518毫米 然后轴距却达到2666毫米 还是极具竞争性的 同时在这个车身数据方面的话 其实为什么作为第一辆用车 也是有讲究的 毕竟是一个紧凑性的SUV 所以说日常开着 难免会遇到这种磕磕碰碰的情况 但是得益于它这个尺寸的优势 所以你在日常走街串巷 这些狭窄的这种路面的话 它也是能够游人眼余的去使用的 包括这辆车的话 全系都配备了后方的一个雷达 以及一个倒车影像 对吧 对于新手来说 这个配置还是非常实用的 然后再话说回来的话 就是这辆车的配色部分的话 它的外观是有三种配色 内饰是有一种配色 可以供大家选择的 然后我一直强调看一辆车的侧眼美不美 咱们先看这个轮毂 这个是一个高配的车型 所以说18寸的一个轮毂 还是挺好看的设计造型 但是如果是入门版本的话 它是一个17寸的轮毂 这个就看个人了 当然还是强调那句话 我推荐你们的话 肯定是选这个高配车型的 包括侧面的话 它还有一个悬浮式车顶的设计 其实这个设计在吉利家族的燃油SUV上面 还是很常见的 就是在它的小型SUV 包括紧凑性SUV 都喜欢用这个设计语言 你们看到 就是展厅里边现在 对吧 服务库以及它的冰瑞库 现在不都是这个 全公式车顶设计语言吗 很容易让大家第一时间记住它 车尾最具电视度的地方 一定是它这个展翼式的LED尾灯 你们看到就是这个贯穿式的设计风格的话 能够进行步拉宽它的车身视觉 然后内部有48颗发光的LED灯珠 不论是在夜晚点亮以后 还是说白天走在路上的话 它的辨识度都是非常高的 接下来再来说实用性方面 一定会涉及到它的装载能力 常规容积的话625升 然后打开以后地台还是很平整的 如果是把后排座椅全部放倒以后 最高可以拓展是1850升的一个容积 也就是说它日常 对吧 家里边用来拉点东西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包括后排座椅 它是支持四六比例放倒的 而不是说整体放倒 这样的话 如果有一个稍微比较长一点的东西的话 直接放到一边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实用性还是非常好的 最近春了以后 整体的这个内饰氛围 我觉得营造的比较到位 首先就是颜色的部分 它这个双拼色的搭配的话 是能够进一步提升这个豪华属性的 也是现在很多国产品牌 都会运用的一种设计员 其次的话就是它的科技感部分 12.3英寸的液晶仪表12.3英寸的中共屏 组成的这个连屏的话 尺寸是达到了1.02米 然后呢 它是全系标配的 也就是说入门版本的车型 也是双12.3英寸的屏幕 这样的话 也是能够在同级别的竞品当中 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它现在这个12.3英寸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到位的一个设定了 除此之外的话 再来说一下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坐姿 已经调到了最低的一个点了 但是呢 我感觉还是坐姿蛮高的 这样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好处的 那就是你看前方的这个视野会更宽阔 但是对于我而言的话 我觉得稍微有点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日常开车的话 其实是喜欢陷进去的 因为我个人喜欢开这个轿车嘛 但是作为一个SUV来讲的话 基本上普遍都是这样的一个视野 所以来说的话 我觉得也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啊 包括它的这个主驾驶的座椅是电动调节的 当然这个电动调节的话 也是在高配车型才会配备的 包括前排的座椅加热功能 然后呢 中控屏幕的话 请你们试试一下 确实一点都不卡顿啊 而且包括内置这个高德导航 日常使用的话 你直接用车机的这个版本就可以了 现在的话也不需要再去连这个手机 当然如果你要是有这个连手机的需求的话 它也是支持蓝牙互联的 好的前排就说这么多 咱们去后排看看 来到后排以后 整体的这个乘坐空间的表现 我觉得也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首先就是得益于它这个2666毫米的轴距 腿部空间 看到了吗 两拳多的一个距离 然后头部空间的话 一拳多的距离 要知道的是 现在主驾驶已经调到我个人舒适的一个位置了 我身高1米78 然后能有这么宽敞的一个后排空间的话 也是足以表明它的实用性 还是非常强的 除此之外的话 你再来看一下 后排有一个独立的空调冲风口 然后下方有一个USB的接口 以及一个小的储格 日常来讲的话 这个便利性方面也是做的蛮好的 然后中间这个座椅的话 对吧 我替你们试一下 其实日常应个急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坐五个人日常肯定是够用的 但是也说到了 就是现在其实大家用车的这个场景的话 几乎很少用到这个坐五个人的情况 所以日常对吧 最多也就坐四个人 这辆车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关于动力部分的话 全系也是1.5T加7速 试试双离合变速箱的一个动力组合 最大功率的话 181马力 峰值扭矩290牛米 日常来讲绝对是够用的 而且现在在这个同价位的车线里边 基本上都是1.5T加7速双离合变速箱的组合 油耗部分的话 官方给到的WLTC工况下的话 百公里只要6.85升 如果要是个人开的话 其实我觉得7升左右 都是一个正常的油耗表现 然后它的加油的标耗 92号汽油就可以了 经过整体的体验以后 你会发现极力豪越Pro的话 这辆车其实还是整体实力比较强劲的 颜值耐看空间够大 包括它日常的实用性也是非常强的 然后我们再话说回来 为什么会推荐大家去选择 这个89900的底配 首先就是从价格来看的话 它其实跟入门版本车型只差了3000块钱 但是接下来我给你们数一数 这个多出来的配置 从车头来看 对吧 入门版本是一个鲁速灯 但是它换成了LED 然后轮毂的话17寸变成了18寸 再来就是它前排座椅的 主驾驶的电动调节 然后前排座椅的加热 前排侧气帘 以及它还从4扬声器的喇叭 提升到了6扬声器的喇叭 不仅如此 其实还有一个配置我没有说 就是它的电动外后视镜的调节 以及电动折叠这两个功能 也给你加上了 这么一看 是不是只需要花3000块钱 你就能够得到这么多有用的配置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的 大家先不要关闭这个视频 因为现在的话还没有正式结束 我刚刚去问了店里边了 关于目前这辆车的一个购车的政策 然后还是官方给到的一个四重好礼 首先就是在2024年3月31日之前 购买这辆车的话 至高可以给你补贴6000元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零利息 也就是说24期零利息的金融政策的话 现在最高也能帮你省下来4500块钱 这样的话一来一回对吧 已经1万多块钱了 同时呢 首任车主的话 还有一个三年免流量 关于质保方面的话 是4年10万公里 然后动力总成的话 是5年15万公里 这么一看的话 是不是还是非常值得去推荐这个车的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好 我是佳心 深圳佳心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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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